今天我们来聊聊黑胶唱片的发声原理 让你在一分钟轻松了解 黑胶唱片利用词原理记录声音 在制作黑胶唱片时 克文刀连接着缠绕线圈的磁铁 当声音信号传来时 根据声音的强弱 会产生不同强度的感应电流 线圈在磁场的作用下产生机械震动 震动幅度的不同 使得克文刀在唱片上形成不同间距和大小的凹凸纹路 这些凹凸不平的沟壑记录着声音的信息 因此黑胶唱片是纯模拟的音乐形式 或许有人会问 现在的录音棚和录音媒介都是数字音乐 还有纯模拟音乐吗 这是另一个话题 有机会我们再深入探讨 无论如何 用黑胶唱片来欣赏音乐仍然别具一格 带有独特的仪式感 你有没有亲身体验过黑胶唱片的魅力呢 如果还没有 不妨仪式 或许你会发现一种与众不同的音乐享受